美加战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 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日本新首相要加快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 持续疫情加剧印度巴西贫困 大家好 今天言贵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四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 美加战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 中国很愤怒 在美国和加拿大战舰近日联合穿越台湾海峡后 中国军方17日回应称 美加勾连挑衅搅局姿势性质恶劣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军方10月17日表示 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杜威号 与加拿大皇家海军 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 温尼伯号 10月14日和15日联合穿越了台湾海峡 美军新闻告说 此举展现了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失忆10月17日就美国和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进行谴责 称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这位发言人还重申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表示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反制一切 威胁挑衅 路透社表示 美国海军舰艇为维护航行自由经常性穿越台湾海峡 频率约一个月一次 北京对此非常愤慨 指责华盛顿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时美国一些盟邦国家也偶尔派出战舰参与穿越台湾海峡 9月27日 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 李士满号护卫舰穿过台湾海峡 前往越南访问 这是英国军舰近年来首次通过台湾海峡 台海局势紧张近期加剧 中国解放军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多次派遣军机侵扰台湾防控识别区 仅中共建政纪念日的10月1日到10月4日4天内 就派遣了近150架军机进入该区域 仅10月4日一天 侵扰台湾的中国军机就达到56架次的历史最高记录 台湾国防部10月17日表示 两架解放军的1016战机和一架反潜机 17日再次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到目前为止 中国解放军的战机还没有侵入过台湾的领空 只是集中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中国8月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武器 这种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 让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意外 英国金融时报16日晚间 独家引用了5个不知名的消息来源说 中国军方发射了一枚运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 该飞行器在低轨道空间飞行 绕地球一周 然后向目标巡航 但没有击中目标 偏离距离大约32公里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此次试验表明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而且比美国官员意识到的要先进的多 金融时报称 这种导弹的能力使得该型武器可以突破现有的防空系统 对于金融时报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 我们已清楚阐明 我们对中国持续谋求军事发展感到担忧 这只会加剧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紧张局势 这也是我们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对象的原因之一 此前 美国空军部长曾表示 中国在轨道打击的能力上取得进展 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8月曾警告说 中国的高超音速核武器对北美防空司令部构成重大挑战 美国和俄罗斯也在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上个月朝鲜宣称试射了一枚新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 在2019年的国庆阅兵时 中国展示了先进的武器 包括高超音速导弹DF-17 弹道导弹飞入外层空间 然后以更高的速度以陡峭的轨迹返回 高超音速武器很难防御 因为它们以较低的高度飞向目标 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以上 即每小时约6200公里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福岛核电站的废水排放要加快 日本新任首相17日表示 尽管当地居民对此表示担忧 但大规模处置被海啸摧毁的福岛核电站 废水的计划不能推迟 岸田文雄在上任后首次访问该工厂时表示 他的政府将努力向工厂附近的居民 保证废水处理项目的技术安全 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 在大地震和海啸后发生了三次融会 岸田文雄对该设施进行了简短的参观 重点是该核电站正在进行的退役 以及那里存储的大量经过处理 但仍有放射性的废水 岸田文雄在参观结束后告诉记者 我强烈感觉到水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 不应该被推迟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 在4月份宣布了计划 将在2023年春季开始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向太平洋排放废水 该计划遭到渔民、居民和包括中国和韩国 在内的日本邻国的强烈反对 自灾难发生以来 受污染的冷却水继续从受损的反应堆中泄露 水已经从地下室抽上来 储存在大约1000个水箱中 运营商说 这些水箱将在明年年底达到其容量 日本官员说 废水的处理对于核电站的清理是必不可少的 将废水排放到海洋中 是最现实的选择 岸田文雄说 政府将尽最大努力解决废水处理 可能损害当地渔业和其他行业的担忧 我们将从科学的角度和透明度来解释的安全性 以消除各种担忧 日本已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援助 以确保排放符合全球安全标准 包括处理废水 使其放射性水平低于法定限制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持续的疫情加剧了世界贫困 印度巴西受关注 10月17日是世界消除贫困日 疫情加剧贫困是今年第29个世界消除贫困日 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 尤其是印度和巴西的状况 长期封禁影响波及更多的印度人陷入贫困 六分之一 印度人口面临粮食不足 而巴西的贫困者状况更因通货膨胀而雪上加霜 新冠疫情及被迫采取的封禁措施 影响波及越来越多的印度家庭 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贫困 甚至面临粮食短缺 积不果腐 印度普雷姆级大学统计指 2020年至2021年间 有2.3亿印度人因疫情陷入贫困 相当于印度人口的六分之一 很多印度人甚至无法吃饱饭 在本周公布的世界116个国家的饥饿排名中 印度的排名下降到第101位 甚至位居在GDP远逊于印度的邻国孟加拉国之后 报导指 去年有六分之一的印度人营养不良 这一数字是15年来的首次上升 同时统计也显示 疫情加剧了印度本意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贫困人群受疫情的打击更为严重 统计指 过去一年中 低收入人群因疫情受到至少两个月的收入损失 而与此同时 最富有的100位印度人的财富却增加了50% 巴西的贫困状况也在加剧 据粮食安全网站的一项统计指 超过10%的巴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超过一半的巴西人面临粮食不足 尤其是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一状况 官方公布的价格涨幅已达到10% 而大米、豆类等主要食品的价格涨幅还要更高 吃肉对于众多的巴西人来说几乎一成奢侈 自疫情以来因失业和贫困的加剧 圣保罗等城市流落街头的人数大幅增加 联合国警告 全球范围内的冲突、流离失所、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正在导致饥饿增加 让难民和因冲突而在国内被迫流离失所的民众面临最大的危险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